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了 我觉得每次到周五都是非常轻松快乐的 就好像因为明天是星期六 你就啥事也不用干 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两天的周末 而且每到周五我们教堂里边是有一个 这个finity friday的活动非常好 我介绍给大家有小孩的一定要去参加 我现在就是走着我来这边办点事 然后我走着去我们教堂 因为你要住在小镇子上 这个小镇不像城市那么大 你可以随意走着去办什么事去 然后带带你们看看这个 你看这个房子 这房子大概是得要25万到30万左右 不贵 挺大的 关键它后边你知道吗 它是在一个山上面 然后呢 它后边那个树林子 你看长得都是那个富儿很贵重的树木 很好 后边背靠着一座山 听见水声了吗 你看这儿 它那山后边还有这小瀑布 所以说他们家树林子里 聚集了很多小动物 那些个路啊什么的都在那全 就是瀑布那去喝水 这房子是我儿子的 这房子啊 这房子是我儿子的 那个原来学那个音乐老师的房子 它那房子比较小 跟你说有个十五六万就能够买下来 所以说我还是今天还是带你们看看这小镇的房子 很多人感兴趣啊 这个教育小镇的房子 你要不想花太多钱呢 我在这库伯斯当附近 古百镇的附近哈 你要在古百镇里边去买呢 那就没有低于五十万的啊 很贵也是 你别看你说我们这儿有的人笑话说 你们这儿是不是特穷啊 但我们这儿不是说 就说那个古百镇呢 沙拉托家那房子贵的比你 我估计比你那个什么硅谷的 比那个洛杉矶的长岛的也并不便宜 反而更贵 沙拉托家的一个公寓就二百万呢 我说的是它旁边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房子啊 你看这小楼 然后那个 这不挺好的吗 你要是不讲不太讲究的 就住一个这种房子 这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 你看这房子 这个新点 这个是我儿子的同学的 的那个他们家 儿童学他们 家长他们都是老师 这旁边那个很近的地方就是州立大学嘛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有一半人都住在这儿 这个也是这个是他同学 而且还是那个老师的房子 原来我就说过他特别好 我刚来的时候没有车 不会开车 没有驾照 然后他就老是拉着我这儿去那儿去 他有事拉不了我的时候 还给我再找一个老师再拉我 人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美国妇女啊 他们家房子也不大 就是十七八万吧 这边大点的也就是二十万 二十五万什么的都不贵 你看这些个都是在二十万以下就可以了 那这边住着我觉得住的挺舒服的啊 但肯定不是个多么豪华 可是我就觉得看你看长岛的话 或者是什么 San Francisco啊 旧金山那边的房子可能还没有这个这么好呢 这也都是四居室 但就有点过时了 里边房间不太大 但建筑质量挺好的 地下室全都整成一层 那地下室都可以都做成什么健身房啊什么的 还有有的把地下室都做成那个办公室 我们这边这设计吧 就是虽然有点过时 但是它有好的地方 它一般都两个门 有时候你那个一楼啊 什么的啊 一楼有那么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呢 它设计的好多就是两代人可以同住的 因为这里边的人比较传统啊 他们还是 我说过嘛 他们还是基督徒比较多一些 他们还是 有中国那个儒家文化思想 就是照顾父母 所以说很多房子 它设计的就是二层 有四个卧室 然后有那个客厅餐厅厨房 然后一楼呢 一楼呢和地下室呢 就是有地上的一个房间 然后又有卫生间也有厨房 然后呢就是给父母准备的好多 那这个房子比较小啊 这个房子也就15万就行了 然后这边是 穿过来这边是一些青年公寓 就说他们这种设计呢 都是为了老 父母老了之后 尤其是当父母剩下一个人之后 挺孤单的啊 他有的愿意去这个养老院 有的可能 也跟中国人一样 愿意守着自己的子女啊 所以说就那种设计 都是可以住两代人的 我们家里也是两个门 就是两个门 然后你那个 而且还互不干扰 就说父母可以走什么朝东的那个门 你可以走什么朝北的那个门 相对独立又能够互相照顾 这个设计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其实这个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 你看我们家邻居 他那个房子好像不是那种两代人可以住的 他就后来又加盖了一间 加盖了个衣室 加上卫生间 衣室一厅吧 就是为了他父亲去世之后 就把他母亲接过来住了 所以我说 我还建议你们啊 你们真的要想让儿女孝顺你们呢 你们一定要孩子 在这种美国传统的这种小城市来生活 他才能接受那种传统的教育 他才能对你好 你看在好多孩子 在那个什么洛杉矶 在什么纽约市长大的 他们就那公立学校 现在搞的人挺时髦的 那个有些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脱离了传统了 我觉得不好 这个你看马斯克的儿子 都什么跟他脱离关系啊 又搞什么性改变哈 就是男孩改成女孩 女孩改成男孩 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我们这边基本上没有那种事 还是真的还是挺传统教育为主吧 这是青年公寓 这个有些有些朋友说啊 他说你住这那个地儿肯定不适合 这一大片都是青年公寓 这就是一个人人家在这儿 买了山脚下这块地 然后他盖了他自己盖的这些个房子 说是这个apartment啊 但这像这一栋 像这一栋 这就是等于是一个大house 大house里边有四个单元 四个两室两厅的 这就跟你们城里边 什么纽约市那种四家庭什么的 挺像的哈 这房子都不老 这房子都是90年代盖的 你看还挺新的呢 他盖了 他盖了这一大堆 这一大堆 这些几个楼 一二三四五六十来个楼 这边有一片这个 他都是不怎么卖哈 原来好像卖过 后来人就不卖了 因为人都是出租给那些个 好多是年轻人租一套 一千来块钱吧 你说这个租金不高 但是他 我们这边这个地便宜啊 是不是成本还低啊 然后这边是青年公寓 还有山上面 还有那个老年公寓 有很多就是那townhouse 也是这个是一层和二层的 也就是四户嘛 那个townhouse呢 就是连排的那种 你自己家的楼上楼下 他在山上的环境特别好 而且后面就是那个公共的墓地 你就是你在前边住哈 美国人不忌讳的 你像中国人说忌讳 说什么 就是墓地不能挨着那个住宅 但美国人不忌讳的 而他们喜欢 他们中间隔着一个河 一个山谷 后面就是他们的公 就是公共墓地 就是在前面老年人老年公寓嘛 他们还喜欢挨在一起 看这是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们这小镇上的 这个公交车哈 奔驰 奔驰小巴 二十来个人的那个软皮座 我不是原来都跟你们 那个介绍过吗 你看他现在是从这儿 小镇子上穿过去 他去上面那个是医院啊 他就说这主要的站点 每一个社区啊 什么超市啊 医院啊 所有的 你随时 你随时叫他 他随时可以停 而且你可以让他 你去站点啊 就像我刚才所过的那点 路口 所有这路口都是站点 嗯 你就 你刚才 比如说我要想做他的话 我就可以 白手就让他停下来了 嗯 或者你要让他在家里去接你去 再加一块钱就行了 老年人和小孩 六十五岁以上 老年人和小孩不用去发钱 像咱们这种中年青年人 是需要花钱的 那才一块钱 上门服务才两块钱 好舒服啊 上门没几个人 每天他就转转转到很晚呢 那九点十点呢也是 这家啊 你看 这布置特别漂亮的这家 其实我这个每次你知道吗 我拍视频我都得 特别跟做贼似的 因为这个美国人家不喜欢 这个拍拍视频啊 不于这个人家 那个我在学校里去 儿子他们搞活动拍个视频 人家也给我提意见 嗯 这个拍人家家里其实不好啊 不过反正就拍远点 别拍人家近处 刚才那家我说的特别漂亮的那家 他是从他就是那个纽约市的一个公司的职员 他退休 就这小镇上住的吧 就是有一些也是他是从纽约市退休的 他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小镇子挺好 是个退休小镇啊 退休小镇啊 退休小镇的政府 他在那个就是这个各种老年服务方面搞得都特别好 那我们那个教教堂教会啊 这几个教会 嗯 他们做义工嘛 就我先生带着孩子做义工 还有那些不太老的人做义工 嗯 都是主要服务于这些个退休的老人 就是除了政府服务之外 就还有教堂针对老年人服务嘛 嗯 你看这小房子 那小房子可能 这小房子也是十来十二三万就行了 比较小 这些房子 虽然你看他房子比较小啊 但是人收拾的都挺里里缩缩的这草坪 这就是人家美国的 美国人这个对这个环境这个比较重视 咱们中国人往往买个大房子 挺漂亮大房子 但是收拾的里边外边都不利索 这个啊 这是这个是相当于一个那个小医院 私人的那种小医院 但是很多就是家庭医生 像小孩啊什么的 嗯 都喜欢来这个小医院 上边是那个大医院啊 大医院还是那个全美前十名的那个连锁的医院 他跟那个古百镇的医院呢 是古百镇医院 是一个医院 这个医生也都是成天 那医生有时候在这个医院上班 有时候就在古百镇的医院上班 所以说我觉得住在这儿吧 交税比较少 但是还能够摘人家那个古百镇的光啊 在医疗啊 在很多方面都能摘人光 这小医院也挺好的 你看 好多就喜欢那个 还有在大学下面还有一个私人医院 就那个保险 低调保险什么的 你转到这儿来 你就可以也是可以享受 跟那个大医院一样的服务 你瞧这些个小房子 都15万就可以了 我都不喜欢 我都不喜欢 要是在这个附近转有什么的 我就不喜欢去坐车 也不喜欢开车 我就喜欢这么溜达 就我们这儿 你看这溜达溜达 挺舒服的 而且去哪儿都不怎么远 就是走上15分钟 20分钟什么的 我就能走到 我干嘛要飞到坐车 但是我还断练心挺呢 这边我跟你说 这个小镇子吧 就是刚才介绍的呢 都是那些个 刚才是比较好的区 一会儿 下面我就给你们介绍这个 不怎么好 就是老很老的那个房子 这个就是很便宜 但是它比较破旧 年头太长了 你要买之后你得修修 那我们这样吧 我先把这个视频太长了之后 不容易上船 我先断掉 一会儿 刚才等于是介绍的都是 小镇子上好的区 价格在什么 15万呢 20万到30万 最贵的也就是 25万30万 山上那种大的 主要是15万到20万左右的房子 下面我们介绍那个 5万到10万的